你确诊了吗? 我还没确诊,不过公司除了我之外统统都确诊了。 那你可要小心了,不过确诊后,可以领钱又不要上班。 我们是私人公司确诊后,没上班就没薪水可领。 你依然可以,有保险理赔金可领。 算了吧,保险理赔业,要看你投了什么保。 防疫保险,怎么还这么复杂啊? 我觉得政府与保险公司联合起来欺负我们,保险公司只想赚钱不做赔钱生意的。 我最气的是政府双手一摊你们老百姓,要自我管理完全不顾我们的死活。 花了那么多钱也没看到什么,每天看到的就是确诊人数死亡人数,政府也都没作为。 要这样的政府不知有什么用。 可是政府也都有补发,三倍券,防疫贷款,等等啊。 算了,这更不要提了,防疫贷款,因为我没有背景又不是绿色的,永远也领不到的。 那三倍券我们一直建议发现金,免得浪费印制的钱也都不听,老百姓的声音,更何况那些都是我们纳税的钱。 真的自从我确诊后不久,陈时中就落跑,去选市长,我们好像变成七阴了,自己掏钱买口罩,买快衫,买清冠一号,都要发自己的钱,又要被自我隔离,真的很烦,还是不要确诊的好。 但是,确诊人数到现在,依旧一直无法下降,失业率又高,恐怕又要缺电,又有通货膨涨,什么都涨,只有薪水不涨,难道要逼我们出走或移民吗? 魔爵祈求天佑台湾,早早脱离灾难,让我们恢复正常生活。